罗天大教是道教斋教科里中最隆重的大型宗教活动 是规制最高、格局最大、含义最深、既其最长的道教斋教活动 目的在于故国佑名、严寿渡王、萧赛阳或和其福谢恩 罗天是指三界之上的大罗天 所谓罗天是指天外之天、最高、最广之天 教乃是道教祭四三清、四欲、五星列宿的一种疑点 早期道教举办教仁的目的是治病、六罪 教仁最早是在夜间露天社共祭诸神的 大唐六点中列有七种斋仪、黄禄、金禄、明珍、三元、八节、涂炭、自然的斋 其实斋已成为一种宗教活动的仪式 唐以后斋与教开始并成 宋代王清诺者罗天大教仪、道教岁具有了普天大教、周天大教、罗天大教等盛大的祭祀仪 明代更重修等编定 大明玄教历成斋教仪、石、江斋、教合并成为道教宗教科仪的统称 据道经规定 普天大教应供奉三千六百教位 即神位、周天大教供奉两千四百教位 罗天大教供奉一千两百教位 三种大教做法规模虽有区别 但其目的都是一户国又名 二严寿度王 三消灾然或四其福谢恩 另外还有金禄大教、玉禄大教、黄禄大教等大型道教仪式 唐以后历朝不少帝王都是每逢 国有大事或大灾、君照请道士在宫中或明山宫观摄谈建教 清代以后这种大型道教斋教活动就很少见了 罗天大教的主要科已有焚香、开弹、请水、阳帆、宣访、当会、请圣、设照、顺心、上表、落帆、宋圣等等 在诵经礼拜时还办有优美的道教音乐和动作 对形变化多样的语步吉他刚斗 武当山举行史上规模最大 罗天大教 2012年恰逢武当大兴六百年 10月17日上午来自香港、澳门、新加坡、台湾、泰国、马来西亚及中国大陆的 21个道教经团的千余名道长旗距湖北武当山举行 罗天大教在御须宫前设谈祭祀祈福苍生 罗天大教是道教斋教科宜中最隆重的大型宗教活动 此次活动是武当山有时以来第二次举行 罗天大教也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道教法会 而武当山上第一次举行 罗天大教还得追溯到明朝年间 当天上午 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张继与庄严的诵读祭典著文 祈福真武祖师保佑世界和平 人类和睦 畅善扬得 其痛的爱 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荣宣布 罗天大教 开始御须宫门开启来自海内外的21个道教精团在仪仗队 月师 经师 高宫 华盖 日月善的带领下列队从御须宫徒步到武当山文化广场请神台迎神 按照活动安排 17日至26日在武当山七个公关共设28个法坛 各精团将在各自坛场一颗眼法祈祷 全体精团还将于26日下午在御须宫举行送神仪式 武当山管委会主任李发平在致辞中提到六百年前李永乐地诸地开启了北建故宫 南修武当的工程六百年后武当山下的丹江口水库成为国家工程 南水北调中线的水原地 一红清水自此北上润泽津津 武当山是世界文化遗产 中国四大道教圣地之一 海内外最大的真武祖师道场 西元1412年 明朝永乐皇帝朱帝新宫修建武当山公关 经过三十多万居民的艰苦营建 初步形成了武当山九宫八关三十六安堂七十二岩庙的建筑规模 2012年恰逢武当大兴六百年本次罗天大教也是武当山系列庆祝活动之一 有关活动记录 1993年9月17日26日在北京白云官举办的罗天大教是该官自清代以来最大的一次圣典 参加大教的有九个内地精团 还有香港台湾地区和美加澳海外精团 本次传统圣典 祈求上天赐福人民 祖国昌盛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1998年海外台湾指南公主办罗天大教 2001年5月在年山大罗宫举行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道家活动 罗天大教 香港、台湾、南北韩、新加坡等国内外二十一家精团参加 在全国乃至世界道教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2007年11月13日香港道教联合会在圆玄学院举行明朝以来海内外规模最盛大 教旗最长及参与公关最多的罗天大教祈谈大典 以祈求世界和平、国家富强、香港繁荣及社会和谐 2008年10月20日至10月27日 经湖南省宗教事务局批准 由湖南省道教协会主办 怀化市道教协会协办 湖南省道教守界 罗天大教活动在怀化域皇宫正式拉开了序幕 为其八天是我是有时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宗教活动 前来参加本次活动的有来自香港、江西、上海、湖北、湖南的全国各地 为二十多个道教团体及高道前来奖金 2011年3月19日中国道教罗天大教祈福会在武汉长春关举行 此次法会将持续九天时间 作为道教极为蒙众的祭天法仪、罗天大教 是道教祭祀规格最高、祭祭最长、规模最大的斋教法事 全国道教界及各地一百三十多位经师和十五个高宫参加 国家、还有南韩、法国道教界组团吵架、台湾道教界一百零八道子也前来设谈祈福 此次法会以礼天敬神、消灾解恶、为您祈福、祈祷世界和平为主 也为中国云南和日本地震灾灾灾祈福 2012年10月17日逢武当大兴六百年武当山举行史上规模最大 罗天大教 来自香港、澳门、新加坡、台湾、泰国、马来西亚及中国大陆的二十一个道教精团的千余名道长旗 去湖北武当山举行、罗天大教在玉须宫前设谈祭祀祈福苍生 背景资料、斋教科仪的含义 在道教官官内 人们常常可以看到道士们伸着金丝银线的道袍 手持各异的法器 吟唱着古老的曲调 在弹场里翩翩起舞 犹如演出一场折子戏 这就是道教的斋教科仪 俗称道场、慰之、医科眼教、简称科教 也就是法式 下面分六个部分加以介绍 斋的原意指斋合境 后慰斋见、竭境之意 只在祭祀前 必须沐浴更衣 不识昏久 不居内寝 以示祭者装成 道收祠里 其郎之初 素食清新 沐浴皆生 未知 修斋 得出位 积德解迁 再则 和神保寿 后卫 专道 乐道 何道 即为 修道 此为修斋的最高境界 因此道教 重视修斋 并制定了一整套斋法 按照它的规模和作为可以分位 移内斋 即道 包括心斋 坐望 存思等等 见 动神经 二 外斋 季度 包括三传七品 三传指金路斋 玉路斋 黄路斋 七品指三黄斋 自然斋 上青斋 指教斋 涂探斋 明真斋 三元斋 剑 洞玄陵 保玄门大义 各种斋法有着不同的意义 如今路斋 上霄天斋 保证帝王 玉路斋 救度人民 寝福谢过 黄路斋 下拔地域久悠之苦 等等 现在全真派道士 仍保持时速 正宜派道断在初一 十五或其他宗教节日 均要速食等等 都是在十斋里奉道 教的原意是继 为古代理义 说文 约其一位观取二位祭祀 道教继承 并发展了教的祭祀一念 藉此法与神灵相交感 教 亦有 教法 所谓 教法 指摘教法式的程序 礼仪等规矩 教 的名物很多 大凡是人有所需 就会有相应的建教名物 如其与九龙教 正义传度教 羅天大教等等 斋法 斋法 与教法本不一样 后来相互融合 至随唐以后 斋教 合称 流传至今 成为道教科仪的代名词 斋教科仪 指教导活动所依据的一定法规 一般有阳士与阴士之分 也就是有清教与幽教之分 清教有其福谢恩 却病严授 祝国荧祥 其倾倒玉 劫厄壤 壤灾 祝寿庆贺等 属于太平教之类的法式 幽教有赦兆亡魂 沐浴渡桥 破浴破湖 练渡诗时等 属于济幽渡王斋教之类的法式 公关到众美宝朔 旺日 重要节日 祖师圣诞 都要举行祝寿 庆贺等典礼 这些长行的仪灰桶属斋教科仪 来源 中国道教协会网站 HTTP帽号双斜线SSJYG.pick